欢迎收看超盘一哥 我是沃海华 今天台子期上涨开出 为什么会上涨开出 因为昨天晚上美国的ADR 台积电ADR涨了0.8% 昨天的美国股市是道琼小跌 Nestek接近平盘 可是费成半导体涨了0.7% 然后我们当然是以电子股为主 所以说今天直接就开高 台积电ADR在美国股市 也是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你要怎么操作 我们台股现在跟美股算是 它的类股算是相当的正相关 就是美国的台积电ADR涨 我们就涨 美国的金融股跌 我们的金融股就表现弱势 所以说今天的金融期很明显 现在是小跌0.2点 所以今天要怎么操作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天 连续的操作方式都一样 现在是一个多头走势 多头走势 跌下来做多 几乎六个交易日里面 你跌下来做多都是赚钱 所以说相反的 如果跌下来你认为它是走空了 你去追空 昨天的情况也是一样 早上9点多开盘 我说如果你在这边追空 你就会亏损 好 这边尾盘也是往上拉 跌下来做多会赚钱 跌下来追空亏钱 然后如果你要放空 什么时候空 我已经讲了 多头走势只有涨多的乖离 你有可能空头会赚钱 或是没赚没亏 就是打平 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操作策略 从这我的讲话当中 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今天的操作策略还是一样 如果盘中有急刹 急刹只稳了 做多电子期 对不对 因为电子是最强的 昨天又公布了 二月份的外销订单 基本上也都是电子在称 晶元 DRAM 所以我讲的股票 我说长期稳健的股票 我说滑邦店 没有人要听啊 滑邦店我跟你讲 11块买 现在已经接近13块了 已经有两成了 当然我的股票不会 常常涨停摆 可是昨天我就说 滑邦店也是有 六天涨了三成的经验 就在一月 你要等它发动 很多人每天追一些强势股 现在追强势股会赚钱 可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是追在最后一根 最后一根老鼠 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压垮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你是追到最后一根的话 你要留意 如果隔天跌你还是要把你的多头部位给出掉 因为现在资金行情 大家追进去 它不是看基本面 它只是看一个题材 题材 这种东西 人热潮 群众散去了 这个股票就没有人在追 它就会形成一个缓跌 或是急跌 跌停的走势 像昨天新巨科跌停 也是之前强势股 强势股最后一根它都会跌停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 我们的指标好了 我们指标在这里就转为多头 9820短线这五分线转为多头 之前的例子呢 最早是在9650转多 这边转多 转多是在哪里 9650转多 然后呢 这边最高点跟你讲减码 对不对 减码 这里再度进场 9800再度进场 然后呢 这是加码讯号 这边减码讯号 减码讯号它都会回档 减码讯号它都会回档 减码讯号都会回档 那要怎么操作 我们用昨天的例子来讲好了 昨天的例子就是在前一天 前一天出现这个减码讯号 昨天就往下跌 还是多头走势 你可以看底下的 这边底下叫做大户 大户指标 昨天是大户都在买 昨天的第一根 这边杀到多少 杀到剩下9860左右 杀到9860开始反弹 再跌下来 直稳 这边是很好的切入的点位 配合我刚刚讲的 多头走势 你这种 当指数在这里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做空 一定是要突破一个高点 才有可能空 所以说昨天你应该是在这里是早点切入做多 差不多在9870左右 早点切入做多 然后涨上来 这边是不是减码 我就跟你讲 我们的指标出现减码之后 都会比这个减码的讯号还要低 这边又出现减码 差不多在9900点左右 这边回挡到 988几 小赚十几点 尾盘 跟我们的减码讯号差不多 基本上这就是不能去留空单 减码的讯号 不要去留空单 现在是多头走势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期货 基本上期货已经是杠杆倍数很大的 很多人你杠杆倍数大 然后又全凹 或是你又去 在没有赚钱的时候 你做留仓的动作 你就有可能会去变成一个亏损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多头走势的时候 除非收一个长黑K 要不然你不要去做留仓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操作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昨天的操作 早上我会分析最近的大盘 以及国际的股市的状况 好我认为 昨天是怎么样 接近了上轨道正乖里 因为我的指标有一个 上轨道正乖里的指标 好等会给大家看 我认为对多头的压力不是很小 所以今天3月20号的当冲策略 我会以涨多找乖里点放空为主 好我们都会照着策略做 我希望最好是在9910以上去放空 会是最好的位置 昨天最高点是9908 然后呢 急刹指纹做多为辅 什么时候可以留仓 空单获利超过40点 你才可以考虑留仓 所以昨天最高点是9908 好昨天收盘是收在哪里 9895吧 好差不到十几点 这时候你就不能去留仓 好如果你要留 也是要去偏多操作 因为我们的指标是偏多 所以当我发现我们以放空为主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先找一个点 因为昨天这里 这里可以进多单 可是我没有进 因为我认为如果再急刹下来会更好 都是风险的考量 风险跟暴虫盘中都在考量 然后呢我认为涨上来放空会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挂架 9895先做空一笔 之后呢 在11.04的时候 9900我们试架再加空一笔 11.04在哪里 11.04应该是在这里 当指标出现乖离讯号的时候 好当指标出现乖离讯号 加上它又开始涨不动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空点 昨天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空点了 也就是这里 9900四架加空一笔 最后收在 9895 好等于是什么 一笔空单没赚没亏 一笔空单小赚五点 空单收盘前平仓 今日不留仓 这就是昨天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流程而已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 今天开盘直接开高 好开高突破了 突破了之前的 之前的一个高点 好来看一下 好已经连续 连续四根红K棒 好今天突破了一个高点 突破昨天 这边两天的一个盘整的一个高点 所以怎么样 今天还是以 涨多乖离放空为主 所以说你还是要观察嘛 你不能太早去动作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去追多单的 你要找一个涨多乖离回档 回档的那一个点去放空 而且要空什么 空金融期啊 到现在金融期还是弱势 金融期现在才小涨0.2点 然后呢台子期涨了49点 然后电子期呢 电子期涨了2.9大点 也算是表现得非常强劲 就跟我讲的刚刚早上 9点钟 我就说我的是现场直播 早上9点钟我就跟你讲 今天一定是金融期落 要空你要空金融期 你不要去空电子期 你不要空台子期 台子期要空要等到超级高 涨到一个非常高 大家准备要卖了 获利了结了要卖的时候 你才能空 金融期可以稍微低一点 看一下 我的指标呢 目前是多头控盘 多方 这边是大户 大户以买 早上为买为主 可是力道没有昨天的强劲 我们可以跟昨天做一个比较 昨天早盘也是大户没有买 到了盘中才开始买进 这边你先观察一下 涨不动 涨不动 再拉高一点 突然出现一个急拉 然后呢 涨不动的时候做一个短空 而且要以空金融期为主 指标出现这个讯号 现场直播的节目就是这样子 指标现在出现一个 涨多回档的一个讯号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早上你有多单 你要在这里平仓或减码 有多单的在这边减码 早上有多单的在这边减码 如果你要放空的 我是个人建议空金融期为主 然后呢 跌下来因为空头走势 现在是多头走势 这边空你做一个短空 然后呢盘中再试情况 再去操作 只能讲到这边了 金融期还是翻黑啊 代表什么金融期真的太弱了 所以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涨多乖离去做短空 击砂压回做多 做多以做电子期为主 放空以放空金融期为主 好 我跟大家讲 我的方式是非常稳健的 好我希望能够在稳健的情况下获利 资产三十万的我们就做期货 我在二月份 我二月份期货 十八个交易里面 好十五天对 对了十五天 胜率是八成多 八成多对大家来讲是什么意思 就是 你每天基本上都在 期货市场领钱回来 领钱回来 然后呢 获利了 两百多点 等于是一口赚了四万块 你如果用十万块做一口 因为当冲嘛 当冲它没有流仓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杠杆稍微放大 假设你用十万块做一口 四万块就是四十 四十趴哦 四万块就是 报酬是四十趴 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每个月四十趴 一年是多少趴 好 可能有四百多趴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 你资金只有三十万左右的 我建议你参加我的 期货当冲会员 如果你的资产 大于一百万的 股票跟期货都会操作 我的股票很简单 长期稳健的投资 华邦店 南亚科 大疆 这些都是我讲的 然后呢 目前都在新高附近 你可以去看 我们下阶段回来 讨论股票 如果你要加入我的 广告期间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休息一下 资金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对分警觉 对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健能everyday 欢迎回到现场 我觉得做期货做股票 很多人都有很多种方式 有些人喜欢把股票当成期货再做 当冲隔日冲隔两三天就要冲 然后呢手续费基本上 我们大多数是做过股票的人嘛 你这股票手续费你这样子算下来 基本上做一笔单子 一笔单子手续费加起来 手续费加税有时候到一万多块 赚没有赚到一万多 你光手续费跟税加起来 加一万多块 然后呢你做了一个月下来 发现手续费跟税十几万 这常常有的 十几二十万的手续费 可是实际上有没有赚到钱 所以我在想我们期货股票 期货赚的钱拿来做股票 长期稳健的投资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方式啊 真的大家会想要 很多人会想要做股票 因为股票族就是习惯性的做股票 可是他做股票又怕嘛 怕会长期套牢 所以怎么样 每天当冲隔日冲 冲到最后我相信 没有什么人赚得到大钱 期货 手续费你做一笔单子 做两百万的成交值的股票 做一口 一口台子骑好了 一口台子骑你做了完以后呢 发现怎么 手续费加税才两百多块 才两百左右 做股票你随便买一笔 哇 尾盘 盘后的对账单 哇手续费一两万两三万 要怎么做 其实我赚了钱 拿来放在股票上面 文件的投资 我就跟你讲 做股票很多方式 八四三六的大疆 我在这边推荐了 一百五十一块 现在涨到这里 为什么会回档 因为它最高点一百八十四 它这边已经一百八十二了 涨多了它会休息 休息完以后它还会往上涨 大疆它是一档做 保健食品 只要跟 保健食品有关的 它都会去做 还有面膜 你要去看整个市场的成长性 大陆从现在到2050年 它的老年人口 会成长两倍 然后目前大陆的一个 保健食品的年成长率 也是三成 大陆的大健康中国 也是十三五规划里面的之一 所以说你看 国际上 国际上对于保健食品的需求 以及这个市场 它是年成长30% 然后大疆我认为 它的产品品质 或是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非常好 它是OEM 帮你设计制造 然后呢 品牌挂你的 它没有品牌 这有什么好处 你在大陆任何一个人 你在大陆任何一家公司 你要成立一个 保健食品的公司 你要成立直销也好 你要成立一个 正常的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都可以 然后呢 成立以后 来大疆 给你这家公司货 给你这家公司 给你这家公司 它不挂牌 不挂名 它就是提供我的货源给你们 然后呢 用你们的名字去卖 这样子的市场才大 年营收才会这么成长 那么快 大疆 151买进了 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是获利两成了 获利两成你100万也有20万 好 200万有40万 1000万也有赚200万 这才是一个稳健的投资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去买一些 例如什么 很多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例如先进光好了 对不对 先进光的股票你要怎么操作 你也可以操作 先进光这种股票 你就是在这里买 当它发动的时候 买进 隔天会涨停 再涨 这边都有人在追价 成交量放大代表有人在追价 追到这里 不买了 它开始跌 这边变成你在这里 你都是要隔日冲 隔日冲 然后呢 这边开始再买进 这边又涨 这边涨完以后 你就要把你的股票出掉了 因为昨天又中错 今天反弹 股票操作有很多种 一种叫做动能交易的 动能交易就是你每天去追逐强势股 当它开始成交量放大 股价开始涨的时候 你去买进它 买进它的时候 你要趁大家还在 开心的时候 你就要先把你的股票卖掉了 当它开始回到一个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它股价有可能会往下急跌 这叫做动能交易 另一种呢 另一种叫做摆档交易 就是你要趁它在最高点的时候去买进 或是跌到最深的时候买进 一般的散户是最喜欢做这种动能交易 股票的话都是跌深在买 不会去放空 因为一般的投资朋友不太会去做放空的动作 都是跌下来在买 我们举这档例子好了 这边 哇这边看了 哇 脏耶 脏耶 好强哦 我们先观望 观望到最后跌下来的时候再买 可是当它跌下来的时候 这边的动能已经消失了 当如果 假设如果有一档股票 它原本只是一个题材 之后呢 之后没有基本面的辅佐 跌下来 你如果是用一个摆档交易 你在底下接 你越接会越低 越接会越低 就这样操作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比较长期 就像百言 我们举百言之前的例子 百言 它从这边一百块 百言从一百块涨到三百块 对不对 这边一定都是动能交易 基本面 技术面 通通都是非常强 大家在这一直追逐股票 对不对 追到这边开始转落了 这边成交量开始缩小了 然后呢 这边出现M头了 开始跌 一路上跌 就会有人认为 诶股票已经跌了 原本我想要再两百块买 就它涨到三百块 现在跌到两百块 我要去切入 切入 一直切 一直切 转空了 这边都是加空的点 这边都是加空的点 减码减码 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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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指标就告诉你要加空 可是很多人会一直接 接接接 接到剩下一百块 所以我说长期 你要找一个长期稳健的标的 我才是正确的 人机对战的冠军 群育期货 办的 人机对决 我的软体公司 它是冠军 南华冠亚军 冠军的软体 加上操盘一哥 这叫做强强联手 所以你想要得到我的软体的 或是想要跟着我一起稳健操作的 用期货赚的钱 然后做股票的波段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的 或是你想要知道我们软体的任何需求的 都欢迎跟我联络 好不好 最后祝各位今天一切顺利了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